早上刨完再刷一刷 芋頭幾重 大概600多 其實只是切薄片 水滾了 好 蒸20分鐘左右 再刷一下它 看看它是否軟 這些很軟 這個骨頭很軟 OK了 我現在要趁它快 按碎一點 因為我要先加糖 讓它溶化 很快 可以了 可以了 阿妹 50克的糖 少許鹽 好 應該已經溶化了 糖 好粒粒 拌勻 阿妹 不要咬我 不要 不要 我們想芋蓉滑一點 騎到西方 硬它過去 大約600多克的芋頭 即是一斤左右 我們做了30克 連奶 奶呢 大概150度 其實看稀稠的 因為其實一塊的芋頭 每一塊的芋頭都不同 所以真的要看 用眼睛看得到你喜歡的稀稠程度 還要沙一點點 我還是給多 好 我還是給你170克 嗯 這個是我想要的質感 好 可以備用這個 我今天煮10杯左右 所以我今天就用100克的西米 100克西米 好 水滾 好 倒下去 計時6分鐘 1分鐘 待會見 先關火 現在的西米外面那層就變了透明 但裡面的心理很明顯都還看到是白色硬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關火 蓋著它 大概10分鐘左右 我現在需要兩隻蛋 開一個芋頭 我現在需要兩隻蛋 開一個芋頭 最緊要令粒粒沒有了 OK了 二小黑的油 過了十分鐘了 還未全部都得完 你看到有些都還有少許小心 或許多焗它五分鐘再進來看看 又過了五分鐘 看一看 嘩 仍然有一粒有個心 不過其他都看到很透明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封下去 我們可以開水 沖泡 還有讓它冷一點 別再煮自己 否則就變成一粒粒了 好 接著就可以放一個備用 好 先熱烘焗爐 那我第二呢 三十克的狐狸就一杯 我想煮十杯左右 所以我就要三百克的狐狸 我想它稀少少 所以我就再放三十ml的奶 大概有這麼多的狐狸 再調融它 變成這樣 稀一點 馬來西亞椰漿270ml 牛奶 椰漿加牛奶 總共要600ml 這罐椰漿270ml 再加330ml 就是600ml 100克的糖 我只要一汁小鹽 四分之一 茶匙 我現在就拿進去慢火 攪拌均勻 開始都看到它的漿漿 放進去 融化 攪拌均勻 有些漿漿漿漿 我先試一下火 放在我旁邊 先把剛才的漿漿 攪拌均勻 先把它倒進去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我們現在又回到這邊 開一個很小的火 很小的火 繼續煮著它 開風度旁邊也有些火 先將它全部都煮均勻 煮均勻 你見現在還未有 我想要的稠度 開始稠 稠 加小一點的火 加上西米 是 四個西米 加上西米 待會我們要趁熱 下盤 下餡 然後將它們放進焗爐裡 這樣表面就會容易焦 焦 好 吃火 一半在鍋底 一半在鍋底 然後再加餡 再加餡 這樣 這樣 然後 為何焗盤還有一個碗 因為需要倒一些熱水 低溫地在下面 倒一些熱水 不要倒凍水 倒凍水 突然溫差很大 所以倒一下 大概是序面的一半 好 馬上倒入 好 現在放上去 高一點 因為其實我只想要的面頭焦 好 放入 超油 好 廣島 最終